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哲學 謝謝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其實籌畫了很久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開始 所以很高興我們現在熱類掌聲歡迎今天的兩位 這裡面有老師 他是台灣1947年出生 到現在為止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個詩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張啟達 他是目前在中央面國師班 他們其實有兩個 就是我今天的題目其實用他們的詩集 就是一個人孤獨語行跟迷路天堂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個湊在一起 變得今天要討論的東西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今天的方式 大家會以他們現在在做的 怎麼看詩 怎麼寫自己 對詩的看法 自己怎麼從事詩的創作 那接下來在他們彼此互看對方的詩 第三個在談 怎麼台灣詩的處境跟情境 一個比較大歷史的東西來看 以及未來創作的可能 那我們詩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大概在現代有大概很少寫詩 是一定很少是那個形式 或者說他沒有辦法被一般人欣賞 那在文漢裡面也提到說 其實是有一種很具有想像力的簡略 或者是說我們在表達形式裡面看來 好像只是它是鬆散的 沒有表面符號的一些模糊的表達 可是它卻是在某個層次可以透過形象化 幫我們帶到想像的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可能是我們現代人過於繁忙 所以我們大會沒有那個耐心的去欣賞 所以我們有時候是在欣賞 在欣賞的時候其實我們有一個主動性的書寫 就是我們必須要盡量作折的那個世界 但是在一般的文體裡面 是他那個文體想要去努力過來吸引我們 所以這個主配動性上是在觀看者上有些差別 那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在《哲學興起》 這個題目是《詩與詩》 那其實是用Heidegger 就貓天Heidegger他在一個哲學家 他談一個詩跟思想成的觀念 他也跟整個 現代在談所謂哲學在思考的意義 以及詩在談所謂的虛構的想像力 會有些關係 所以 大概是我們覺得說 詩可會避免那種思考的深刻 或者是 思考本身可不可以迴避這種想像力的問題 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 也會觸及到的 然後有什麼問題 我也是會再給他 就先開始了 好那我們現在先熱烈掌聲歡迎 李梅華老師 謝謝各位主持人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今天來跟張奇達 主持人 來談 主持人 這個主題 迷路行走 孤獨天堂 詩與詩 事實上 我們在談到詩的時候 從儀唱的詩 對音樂有很多的觀念 描繪的詩 對印象很有觀念 然後到思考的詩 事實上 印刷師的花來以後 詩也變 慢慢有跟歌分明人的趣味 所以有很多的思考 思想訓 包括有人提 詩人的語言 繼續思想 然後 這個題目剛好 包括我最近的一本詩局 一個人孤獨行走 跟曲達的迷路天堂 編維在一起 這是我的單集的詩集 大概第10本 不包括合集 或其他的 社會批評水筆 或是其他的文題 然後 剛好今天來跟我 同台會談的曲達 他是他的第一本詩集 我第一本詩集是在1969年出版的 那個時候 張希大還沒有出生 所以可以想像 我的年紀 事實上 可能也很創作為在座 來參加今天活動的朋友 我是1960年代 就是20來歲的時候 開始發表曲的作品 然後 我們知道 60年代 剛好是 戰後的 第20年之後的 那個年代 然後 1995年代的 白色恐怖 那種 以戰鬥文藝作為 國家政策的那種控制 慢慢說到考驗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在台灣 那種 風行的 文學藝藝術的現代主義 詩歌的現代主義 或是繪畫的現代主義 或是甚至音樂上的現代主義 然後 台灣的現代主義 有一個非常特色的現象 就是 躲入內心化 而不是跟現實的課題連帶在一起 這有一點 台灣特色的政治的情境 以我自己的了解 世界的很多的現代主義 事實上 並不是脫離現實 完全內心化的東西 可是台灣的那種 社會有一種政治的病理 所帶來的文化病理 讓很多的藝術創作者 文學創作者 事實上 在長期的那種 居然體制 那種所謂 思想控制的情況之下 他是走入一種 不是去對抗 而是逃避的那種 內心化的 毀色的那種 路線 所以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 我在1906年代開始 在寫詩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 就看了很多的文學大志 事實大志 然後去投稿 然後去發表 然後出了第一本詩局的時候 我那個詩局 叫做《語音的影言》 我後來自己常常在回憶 認為是一種我青春共鳴曲的環繞 有點文學的練習曲 我自己都覺得看起來會列通 那這個也是一個文藝去年開始的時候 可能都會去不經過的一條路 青春共鳴 那時候 不會去阻塞到時代 不會去關注到社會 而是一種對自己的一種感情 某種流露 或者是一種傾訴 我自己常常覺得 我是出了第一本詩集以後 後來再寫出有一首叫做 《遺物》 就是用一個戰場受難死掉的一個人 拒回來家裡的那種死氣的男人的一條手帕 然後用一個女性的花言者的立場去表述 那種先是已經死掉的那條手帕 我開始寫了一系列的緩戰詩的時候 我才覺得自己走上詩的道路 走上詩人的道路 是出版第一本詩集之後 我才覺得我好像要走上詩人的道路 那這個道路 當然從後來我的一列圖 還有我自己的學習之後 我被自己有一些的期許 然後希望在詩的思想 就是詩想跟詩的藝術 就是詩藝 我覺得藝術 詩歌或是像建築或像美術 像音樂 他都有他的內容或他的方法論 他的巡視條件或他的內容條件 偏繪不可 當然有很多種方法論 很多種巡視的概念 也有很多不同的內容概念 要找到適當的巡視去表達 我自己要表現的書想的路徑 所以我在1970年代的時候 是有兩本詩集 一本就叫做正魂歌 我剛剛提到就是緩戰 一系列的緩戰 因為那時候 台灣還剛好在夜戰的氛圍快做出來的時候 那我在台中 以前常常看到那個美軍的B52 在台中的清潔岡機場降落 很多夜戰的美國軍人到台灣來度假 然後那個時候全球學生運動 在巴黎大學的68革命 還有柏克萊很多世界的學生在1968 就是我這個年紀讀大學的年輕年 開始對現實的政治體制的緩唱 那時候我寫了一系列的緩戰的詩 說在1970年代上半曲的詩叫做正文歌 正文歌就是安文曲 那在1970年代的下半曲 我的詩是很多政治的批評的詩 那個詩集的名字叫做野生思考 我們知道戰後的台灣在高度的戒嚴體制之下 教育是一種訓服、訓練 讓國民服從國策的一種教育訓練 所以理論上思考都要符合體制 所以我那個詩集有比較多寫到政治犯人 寫到良心犯人 寫到一些思想控制的批評 那個詩叫做野生的思考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寫了一些評論性的東西 包括對於在台灣吃歌有些影響的飆漲 超限制主義運動的某種形式上的混亂現象 那時候比較年輕就批評 甚至到80年代的時候 我們知道1979年是美利島事件 那1980年台灣在美利島事件之後 這個社會的政治改革運動是非常熱烈 因為政治批評的禁忌已經比較鬆綁 我在80年代的詩集叫做戒嚴風景 就選了一系列批評國家體制 批評戒嚴體制的 批評政治控制的東西 然後到90年代的時候 到90年代的時候 我的詩集是叫做《請學的黨》 也一貫的有我的一個批評 然後有一些評論家都會把我青年時候的抒情 然後後來變成一種以抒情為本質 加上很多政治批評的這種看法來看我的詩 然後一直沒有停筆寫作 雖然我對台灣的詩歌現象有很多的批評意見 但是我在1980年代以後 事實上我在1970年就開始嘗試著 把自己翻譯來閱讀做筆記的一些外國的詩歌 介紹到台灣鋪上我的解說性的水筆 就變成我的選詩之外一條系列的工作 就是歡迎解釋一些我認為 對我來講值得推薦的 《二生大戰以後的世界》的詩歌 然後1980年代的政治開放、改革的要求 也讓我加入社會批評、政治批評的行列 所以也在很多的報紙跟雜誌 開始有一種政治批評的專欄 所以變成說 藝圖師、寫師、歡迎師 然後一直這樣到90年代 事實上我的詩歌在群學島之後 我到2000年左右 我的詩歌又回到那種所謂生活的 變成 因為2000年的時候 台灣事實上有一次政黨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 我的詩歌因為年代或是自己年齡 生活的部分、家庭的部分 所以我變成有一本詩題叫做明曲 卻寫了一些人生的經歷的這些詩 然後到2000年的時候 我的詩題是自白書 就回頭過來有緩選、有批評 然後到最近的一本詩題 到2000...2010...2010世代的這個詩 我的詩叫《一個人孤獨行走》 這個孤獨行走是這裡面的一首詩 寫到有一次 2009年在街頭遊行的時候 作為常常參與遊行者的我 並沒有加入那個遊行的行內 而是在遊行的行內外面去看的遊行 那學校自己感覺到孤獨那種詩 然後 作為今天的這個主題 我們詩人到最後 雖然你參加很多文學運動 然後你可能也有當代性跟很多的協助者在一起 可是到最後 我覺得回到個人 事實上一個學員 事實上你的立足點 常常在你非常個人的角度 在發援、在追尋 這是我今天一路走來 一邊跌倒、一邊發現、一邊學習 然後 為了想要寫出來自己認為 比較好一點的詩 所以才沒有停止選作 繼續追尋 今天很高興看到張基達 開始出第一本詩集 我也希望他繼續寫作 為了追尋更好的下一首詩 目前的詩 謝謝 謝謝明雲老師 他 他這麼惡藥的敲帶他一生 一生那個寫作的過程 其實他如果大家仔細聽到的話 可以看到他有一些 在這麼短的時間 講出他人生的某些轉折 那實際上也會遇到說 詩跟他講到一個很重要重點的詩 跟內心化的關係 以及跟外在現實之間的關係 然後也講到外圓環境 整個這個世界 在台灣這個外在環境裡面 如何去影響詩 另外一個 接下來我們先請奇達 來講一下他的詩 就是說他怎麼開始進入這個詩的世界 為什麼說一定要用詩來做表達 而不是三文 不是用論文 然後或者說在 等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還可以再去問一下 說只是 也是問兩位 就是那個形式本身 詩的形式 為什麼這麼重要 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可以取代 讓我們先請其他 來 好你看這個在不同事態 這個我們要用PTT 看一下 好 我們就下一個 那我的簡介 那 其實 等一下這個簡介我幫你講 你做 讚怪怪的 他就說 研究專長是現代文學跟文學理論 然後詩題證迷入天堂 秉心純良 略愛浮誇 喜迎看客 成真之音 你看這句話 到底是純良還是浮誇 等一下我們自己想 來 往下 下一頁 簡介我幫你一下好了 好 為何解釋可以開始 從這個講一下 因為 因為我習慣在這裡講 那 很多東西可以說 譬如我要第一個說 謝謝哲武 然後也謝謝林詠大哥 這個就來講是 很重要的 一個會面 台中有一個樹王 就是他種了 三十幾年花了二十一台 比種了三十幾萬顆樹 他說要繼續種 種到五十萬顆 叫賴貝遠的 然後叫賴賞 台灣樹王 然後他說 為什麼要種樹呢 因為他們家是五個兄弟 然後呢 再做一個企業 他十四歲開始進公司 發現前面都是 做決定管不到他 所以他要做一件 可以讓整個家族驕傲的事情 他去種樹 而且他挑最爛的那種山 然後去種 把那個山重新種起來 他說 樹就是地球的廢 所以他種很多棵樹 就給我們台灣好東西 那他問他為什麼要做呢 他說 就是 要有一些可以讓子孫 可以說準的事情 你看繞了一大圈 我要說 其實今天我跟朋友大哥見面 就是我可以跟我子孫說準的事情 對 我覺得很開心 這邊其實簡單介紹一下我的文字 那為什麼用閃文來介紹呢 因為其實某個意思是 像詩閃文小說 對我來講 他的文類差異沒那麼大 你有不分不齊不匪的發音 你心裡有出動 你想表現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詩是合理的 就用詩 如果你覺得用唱是合理的 你用唱 如果你覺得跳舞是合理的 甚至你覺得我先去捏一個桃 是合理的 你就捏桃 就唱歌 對我來講 他其實都可以支持 然後這邊是我的文字 簡單帶一下 就是 某些場合我會練習了怪物 因為我是看漫畫長大的 就是說 像我的上一代時代 他們可能是看世界文庫 看了很多紀念文學 我沒有看上那個時代 所以我記得我可能不熟 或者是很多日本的文學大師 我都不熟 那麼被人文學學校看得很少 所以我漫畫看得非常多 那看漫畫看得非常多 他們會上什麼呢 其實我們這個時代 比較幸福 我覺得比較輕鬆 可以玩 敢玩 會玩 能玩 那這樣子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 因為我是1980出生的 所以我其實在成長過程 是慢慢影響 是寂寞 然後再影響是寂寞 然後再影響是寂寞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感覺到什麼呢 就是 怪物裡面這個 漫畫裡面 感覺玻璃的臉孔 它只是很微笑 一種莫名的製作 就是被續練起來的 你就對什麼 都可以保持微笑 但是你內心其實有一點冷 有一點冷 有一點寒 那世界盡頭我一個人走 那回想起來 其實就是你 其實我們生命都是敏感 而且生命其實都是有個時代性的 簡單來說 這個時代絕對影響我 那我也從此在影響這個時代 真的想過 那種人類似寂寞的焦慮 所以其實是會 像臂癌從神的爛紋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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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露 水肉身影和 煥養出的絕望 雲能術 我相信任何年輕的靈魂 其實長一點絕望是好的 墮落是迷人的 所以如果你有曾經常過這個東西 知道這個東西 其實你對於人的 或者說又愛你很好的 或者人他可以多壞 或者是人的希望 人的光出現的時候 你會很感動 事實就像光一樣 我們默黑走那麼久 突然 欸 燈亮 你在山裡面走那麼久 我沒看到人 突然看到外面人 欸 人欸 你就會興奮 你看到光 那所以呢 我不曾想過 是日後喜歡 所以其實這個 影響刺激末的這個生命 其實有很多的作品 是會進入我的 譬如說物種風景 譬如說人知道天哪 譬如說黑眼圈 那他當然是比較非主流 或者是藝術店 可是事實上就是 有一些苦 有一些苦一直在 那所以我對於人類 不勝樂觀也不勝悲觀 其他有之 我想是有些人有之 自剖了 然後後來我給了一句話 這是從那個祖師奶奶 張愛玲那邊借過來 就是生命不經世 一起華麗的袍子 因為我沒有像他是個貴族 就沒有那麼多人 沒有那麼有錢 但是我們也很容易感覺到說 長屍是很簡單 你試試看你三十天不洗澡嗎 六十天不洗澡 不管你是皇宮貴氣 還是市民小組 泛逐種福 很容易出現毛病 我長的凍瘡 跟他長的凍瘡根差不多大 這種問題是差不多的 下一言先 所以說為何寫詩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剛開始寫詩的時候 是跟那個 就是現在在雅如大學的寫生整老師 開始學 然後他很重要帶給我的印象 非常大 然後就是他會說 詩人所為的 是詩人是幹什麼用的 為什麼要寫詩語 同樣這兩個 所以對我來講 在創作的過程 會不斷的問自己 你為什麼要寫 你是誰 這個問題會在我詩裡面反覆出來 所以我們下一言先 好 所以我先借他的說法 詩人以創作明記一度的存有 就是我們現在存在 接著這存在就有在 我那一瞬間即將要流去的 像我手上握起來的紗 我摸出來那個形狀 像你為你的愛人 然後在紗的上面畫一顆心 然後水又去 心又剩一半 可是你為了留住那一顆心 為了留住那一顆心 你寫詩 同樣的 你要捏頭 你要唱歌也OK 對我來講是一致的 那他說 解針先生說什麼 他說現實就像洪流 輕浮虛强的 衝將水過而去 人類 詩人的個體生命 也在水中淹沒 存在很容易就消散 但是洪水過後 沉澱集中的是文字 那詩人寫詩 大多有這樣的機器 不是要在歷史中留名 而是以創作 有紀錄我此刻的存在 如果是說 如果說我們可以肯定說 個人他畢竟是時代的縮影 換句話說 我個人放大必須是一個時代 你懂嗎 你現在人生的機遇 你現在人生的苦痛等等的 你把它寫實了寫真的 很可能很可能是很多人 與共和大家同樣的感覺 好 所以呢 請下一頁 謝謝 所以其實像剛剛講的那一個 楊牧也講過 因為我博士論做的是楊牧 楊牧說什麼呢 眼前我們看到的瓊衛一群倒了 但是唯有詩是留下來的 唯有詩 但是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那個詩可以廣益的去解 你跳一隻很悶的舞 你做一個很美的雪人 或者是你切一盤很漂亮的水果 那一刻其實可以留下來 在吃水果的那個人心中 在看到那一隻舞的人心中 他被留下來 所以楊牧他說什麼 他說世人應該有做秉持 世人秉持什麼呢 超越功力 必利權勢 必肯定人性的尊嚴 他崇尚自由的民主 那在我身邊這一位 如果沒有辦法 他就絕對是 那他關懷群眾 但不會有群眾口號所持利 認識私我的情感 只可不可以 而不會有自己的愛 甚至代相濫情 他的秉持 是一個獨立威服的行為 像楊牧他講自由 很有趣 就是說個性 他用個性去講自由 任何一個獨裁啊 權威啊什麼的 不讓你個性發生不自由 我們追求的是 可能個性可以得到人格 可以得到自由的發展 我們每個人可以自由的去完成自我 而不是 當你想要說 欸媽我想到小作家 公美 怎麼可能 不讓他做這種事情 其實當你想這樣做 你想去這樣完成自我的時候 其實照我來說 你可以自由的去完成 所以求這種 好 再下一個影片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的話 就是思道是什麼 我覺得最後把大概我自己的經驗 思是自信的展現 你是誰 假設這是一個自信的話 你所體會到的生命是什麼 存在是什麼 寫出來 所以他透過思展現自信 透過意向思維斯的分體 然後呢 有兩個譬喻 想帶 但是可能 沒有很多誰 可是講簡單一點 地平線 地平線 地平線不是線 但是我們永遠看三條線 那地平線怎麼存在 因為你在看 因為我們在看你 我們都存在 才有條線 你為什麼存在 你走出火車站 沒有人認得你 你存在嗎 但是如果人家認得你 我們在找的不是一個我認識的人 我是找一個人 認識火的人 懂嗎 這地平線的概念 然後再來是 那個星圖 班牙明講星圖 很有趣喔 人的一生 我們每一走過的路 其實都像一顆星星 每一顆星星都像水潔的 即無意義的 但是等你一回過頭去看 看到大雄星座 看到獵狐座 看到什麼 你的生命的特殊性 就這麼展現出來 人生應該是這樣子 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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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在一看 它可情的分別沒那麼大 但是回頭看的話 它是一個星圖 那星圖 我們去看天文圖 哪有圖啊 就是哪有那個大雄座 不知道 但是我的 我自己看得到 我看得到 好 好 再下一節 然後是樂場戲 所以 因為那個 清凱 他跟我說要先講我自己的事 其實我自己的習慣 就是先講別人的 後期生而生存 所以其實是不太想講這 因為前面其實我們 台灣的詩人們 說實在的 雖然裡面有大哥 大概會多講一些 但是台灣詩人們 有寫過很多很精彩的作品 然後我們如果透過他的作品去閱讀 我們會看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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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好 那先那我就先介紹我自己的詩 好 那其實我寫到後來大概寫到現在 就是會有一點點自戀 就是以前其實不太自戀了 因為對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可是現在發覺自己不貪多 也不嫌少 你知道嗎 就是寫出來它是這個樣子 三行六行兩行 不會覺得OK啊 你差 你懂嗎 就是不嫌多也不嫌少 覺得能表達到我那時候的心情就好了 也不求發表也不求得獎 那本來就喜歡寫 你就繼續寫 你喜歡寫就寫吧 你不想寫就不要寫 所以在我自己 我先介紹我自己三首詩 第一首是罷工 然後因為其實它是比較長 我截錄它一段 第一個是 計算紙賽爆外套 這回後呢 離馬路旁那位吸食強力交的男子近一點 在離門的工業區 陪它看雲 哪怕一黃色塑膠帶 骨髒復骨髒也不及對 一滴道德教訓 哪怕現實這怪獸沈澱店 怪獸腳沈澱店 也不強迫自己 鼻酸了 還深深深呼吸 這一首詩其實是 其實我每首詩都有故事 所以沒有詩都很多東西可以講 那 就很有趣啦 因為 待會有再比較我跟民友大哥的事情 可以看到很多 可是我要講的是 有一次我去OK便利商店 我只去買個煙 然後外面出來的時候 旁邊一個男生就這樣蹲著 然後我收力拿著搶一腳 中午 中午12點 一直吸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是 中立工業區 所以靈魂的工業區 只要中立工業區 但是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個媽媽帶著小孩 看 牽過去 媽媽會說 不要看 爸爸如果是他的小孩 他可能會跟他講道理 你看這個就是 沒有好好工作 然後怎樣 還會講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說今天 你站在他的角度 換作他的條件 你能做出比較更好的選擇嗎 我覺得 這樣 我都沒把握 我可以做出比較更好的選擇 我憑什麼地方去 我憑什麼把他的故事 他的生命的挫折 講成說 所以我們人應該要怎麼樣 所以我們不要怎麼樣 你看我說 鼻酸了 還深深深呼吸 其實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吧 他為什麼要麻醉自己 去想他這個為什麼嗎 然後我就會透過詩而進入到優勢 不誇張欸 其實跳舞也可以到另外的身邊 捏頭可能也可以到另外的身邊 但是寫詩真的讓我可以與人共感 那共感就是 我透過語言欸 我現在講的語言它只是聲波 你們有沒有看到符號 你居然聽得懂 好像還聽進去 那麼多神奇的東西 你有一個心位有一個心 突然我們有共鳴 透過寫詩 透過創作 其實讓我達到某個瞬間 其實是超過一個時空的限制 自由 我會上臉自由 然後再往下一個 再下一首 抱歉我講很快 因為東西用很多 然後下一個是紅糖 那還是聽一下 那因為我這個比較 就是前面有那個絕望的一個難數 我的作品常常都要死 而且都要真的死了 就是每一首過去都要被人掛掉 然後又不能死假的你知道嗎 因為死亡會讓你有很大的撼動 那你會因為這個情感 這個情緒或情感的充創 會讓你想創作 所以這也是這樣子 一降功成功 我會不會算刻感 然後那往下看 在烘糖做的是什麼 也是舉一段 我簡單練過去 他們笑得多開心 彷彿 只是選錢幽默 災難片逼真特效 彷彿 在知識殿堂 好野心靈 難度不亞於 加政客 烘焙快餅乾 您怎麼不亞意 差異 他們引靈般的效果 影射一句句 膚色焦黑 或許還 輻射草標的龍頭 好我要講什麼 那個福島何哉 然後那個 那個海嘯是 那樣大海嘯 好這個 那時候我在上課 然後上課老師說 詩是幹什麼用的 海嘯來的時候 你寫詩嗎 海嘯來了 趕快寫詩 然後因為我知道海嘯造成了 那個福島何報等等的東西 然後知道那個話很多人 可是同學在聽到老師 在用說 寫詩幹什麼用 海嘯來了 你寫詩嗎 當然趕快跑 同學都笑了 但是我笑不出來 因為你這個比喻 你這個雖然你只是當比喻來用 但是我知道那不只是比喻嘛 所以我笑不出來 所以我聽到同學 哄堂大笑的時候 只有我是 如果說孤獨行走的話 這時候我是孤獨的 我想說你們在笑的同時 你們不知道這個比喻後面的事情嗎 你們是知道裝不知道 還是你們根本不知道呢 還是什麼的 我們如果能同情一個人 那知道你們可以同情 千千萬萬萬 這時候其實應該 就是應該停下來 所以這個衝撞就讓我 看到一個現實的荒謬 那個亞當斯密 對 《道德警察論》 他們人多可愛 遠方死了千千萬萬的人 我們會很難過兩個小時 那你就會看電影 然後你就會談戀愛 然後你就會去找個同事 如果今天跟你說 你切掉你的小指頭 是前面那一節 可以救千千萬萬的人 晚上睡不著 我的小指頭 掉了 我會小指頭 等等 好 那我們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再帶最後一首 就是 李建長其酷 就是無從欲想 那孩子 將赤裸 我蘇醒於一個七百的夢 殘殘水深 光束 勸咬著酒 人印一雙溫暖 就是溫熱手掌 他的肉身捧喜 借而出公廁 下一首聖歌 無憂無慮 像是一對情侶 剛從夾娃娃機 體驗皆生的喜悅 菩提沙波河 東方國度 這我實在想什麼 唉 氣氛啊 而且是在公廁產子 你知道嗎 一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 應該被祝福了 但是我們現實就是 很多生命被祝福 當他被帶起來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嗎 他如果 他有意識的第一個 他對這個世界的第一個印象 他可能會聽到 就好像一個白色的夢 寫著廁所吧 白色的夢 然後聽到水聲 我們聽到什麼樣的水聲 去哪個週之後 他在這邊想一想 有一點那個鈴噬 自己以為幽默 但是其實不是 就是早上 然後有人用手掌把它捧起來 就是當他被接到 接獲報案的時候 那個人才把它借起來 像一首聖歌 像什麼 然後你看一對情侶 剛從夾娃娃機 你看我們看過多少夾娃娃機在路上 然後情人可能在那邊 欸 我們要夾什麼 我要挑一個挑一個 你像看那個畫面 夾娃娃機 夾娃娃 然後我們會上次墮胎的意思 對一個生命不期待的時候 我們做這個意思 那你想想看 夾娃娃那個多荒謬 一對情侶一樣是在夾娃娃 夾娃娃機 他們挑他們要的說 欸我要這個 我要給他選什麼名字 我要跟他穿什麼衣服 他未來可能要怎麼樣 可是有一些生命 他是在公廁裡面 他出來的時候父母親都不在 沒有人在 他力量 他生命力強 他哭聲大一點 有人聽到 阿秀起來 沒有人聽到 你想他可以不太過去 那我寫這個 你看以劍賞情 劍賞情到了 你就退回去 你不要就退回去 所以 其實像我自己的創作裡面 有很多 其實 沒有很大氣 我譬如說寫全世界 我有慢慢試著把題材往外長 但是我身邊看到的這一種事情 這種很會上順悲劇 其實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我把它試著寫到我的作品裡面去 好 我自我介紹大概到這邊 後面其實是要請 你們要拍照 好 我們大家到這邊 好 謝謝 所以越來越精采 好 那個答案 你們自己看是 我們自己的看是 有時候看不懂 或者說有些時候 是需要一些背景的交代 那當然就是 接下來就是 那個內容怎麼全面 換到那個形式 然後我們還是 當然我們 最後再回來講 但是還是 請民勇大哥 來講一下其他的事好了 幫他講來 然後我們來 評一下他的事 新的世代的工具 跟我們這個世代的工具 不一樣 我就 演講的時候 從來沒有 包括 除非那個 有人幫我做 然後到現在還是用手寫 出生在1980年 然後他受教育 開始的時候 其實台灣解除 就是戒嚴之後 所以就完全 心心世代 所以他的世代 跟他的時代 當然也在我的時代裡面 可是我的時代 我出生那一點 是台灣發生228事件 然後 經歷 戒嚴體制的 那些年代 一直到 我開始學書的時候 台灣還是在戒嚴時代 世界發生 像六八革命 像越南戰爭 可是台灣 那個時候 事實上 在全世界的 體系裡面 都不能被認為 是進步性的 比如說 我們對 六八革命 台灣的學生 大學去年 是沒有參與的 被封閉的信訊 事實上 沒有參與到 全世界大學的學生運動 然後 我們那時候的禁據 非常多 比如說 出版檢查 新聞檢查 那些 高度的不自由 我認為 那個 在文學 用文字來 以文條件來寫作 事實上 在文體上 有詩跟散文 就是 英文跟散文 可是 現在的詩已經不用英文 所以在文體上 詩跟散文 可是在文類上 就更多樣件 比如說 我們詩還是一種文類 但是 我們像 散文是一種文類 小說也是一種文類 它也是在文體上 是散文的文體 細細也可能是一種文類 但是 文體上 就 詩與散文 剛才 我看看 那個 世界上很多的 文學寫作者 後來 雖然成為小說家 或是水筆 或是劇作家 甚至有人的導演 可能 開始的時候 都可能 寫過一些詩歌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 日本 三島優幾乎 小說也寫詩 日記者也寫詩 那 後來在文類上 會跑出小說或其他 這個當然是一種 基本上還是用 語言 這種工具 那 語言這種工具 在哲學上講 語言是存在的居首 就是那個being的條件 我們在講 花 這樣講 玫瑰花 因為這種語言 才讓那種 存在 顯現在我們的認識 如果我們沒有語言 可能我們就沒有辦法 具體的認識那種存在物 包括具象的 或抽象的 所以我常常把自己的那個 詩歌 詩 當作是 自己認識 記錄 思考 批評 對 的某種 語言工程 那這個語言工程 落實在那個文字書選的時候 當然變成一種 文字 是我們看到文字的這種 媒卷的一種語言現象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張啟達他的一些詩歌 可以看到他的詩歌裡面 指揮的 就是觸及的現象 是他生活上面對的一些 社會現象 包括從7、11那個超商 我們以前小時候開始沒有卸 只有雜貨店 所以現在的生活條件 還有現在的自由度 現在的那個都市化、工業化 相對以前的農業時代 跟農業化的那一種 完全不一樣的人的梳理的關係 那我們以前感受到的是一種政治壓迫 那我不覺得現在的存在經驗裡面 會有明顯的感覺到政治壓迫 而是感覺到政治的欺騙 或是政治的一種 一種不真實、不誠實 或是國家的一種迷惘 這是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看那個啟達的詩的時候 就想到 事實上在戰後的台灣 文學現象 是受到高度的國民黨 從中國帶來的 所謂新文學跟後來發展的 台灣的現代文學現象影響 因為戰後的台灣 事實上在長期的國民黨統治之下的 教育、文化 這整個來講 事實上台灣的文學傳統 事實上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來台灣 然後在1960年代之前 是以所謂的怪神、詩人、作家 在台灣發展出來的文學運動 所產生的文學現象影響 當我回到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 我們開始寫作的時候 是剛好1960年代 1960年代 1964年的時候 文明明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就在那邊提出來 認為 反共是一個不可能的謊言 所以要求 講幾次去面對這種謊言 去進行台灣的國家的重建 所以那個時候 我開始發表的時候 也跟其他現在在發表 比如說 像創世紀或是一些 中國在台灣發展的 數個線上的刊目 後來 我在六年代的時候 就接觸到一些日治時期 台灣用日本語寫作的小作家 詩人或是文化運動者 事實上 我們台灣如果用詩歌傳統 有一種不同於 國民黨、中國在台灣的體制 所解釋的那種文化傳統現象 我們有一個被壓抑的 日本時代所形成的文學 他是用日本語寫作的 不同於中國的數學運動 但是這些運動 因為用日本語 所以這些日本語寫作 也是到1980年代、90年代 才慢慢發 翻譯成為現在的中文 所以 我剛剛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我跟其他在談到 日本有一個詩的雜誌 在中戰後的 五十年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戰後詩的一百選 就從1945年到1995年 這五十年 如果用詩歌 來形成一個戰後的精神力 那應該會成為怎麼樣 這個戰後的性格 那我就覺得 台灣沒有戰後的性格 台灣 如果台灣人 那個時候 應該開始的時候覺得 我們戰敗了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事實上 日中戰爭 因為美軍在廣島跟長崎 丟了原子彈 所以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後 國民黨政府的陳怡代表 蔣先生來台灣 事實上是代表 龍青來接收台灣 那因為 美蘇對他們的 那種世界能戰 巡視的情形 在韓戰發生之後 不久 美國開始 就介入台灣的一個性格 所以 中華民國在49年以後 在流亡的台灣 就變成主導了 台灣的那種戰後 所以我們的歷史就變成 沒有我們台灣人 主體的歷史 我們就 一下子變成戰勝國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 就認為在八年看戰的時候 就打敗了日本 事實上打敗了日本 不是中國打敗日本 是因為美國打敗日本 所以中國因而 在同國的體系裡面 他也變成戰勝國的一部分 然後接收了台灣 台灣人那個時候 從戰敗國 就一下子變成戰勝國 然後再歡迎祖國的這個 這種氣氛裡面 所有的語言現象 日本語就變成消失 變成中國語 我剛剛 來的時候 也是問其他 他在學博論 就是研究那個 楊木的一些宗教 我在他因為 他裡面有 書裡面有很多 提到神 這個概念 這些指揮 這些我們可以看到 戰後的十個現象 戰後的十個現象 因為政治現象 跟文化現象 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還是以戰後中國 在台灣的語言現象 作為主導的一個強大的傳統 我們沒有像國外那種 所謂戰後性 如果有戰後性 我常常覺得 台灣的文化有一個病理 就是沒有戰後性 這個戰後性應該有兩種 一個是台灣本地的人 原來被日本 然後 戰敗 從日本的殖民地 解放以後 變成國民黨 中國來台灣 然後 進行高度的 隱形體制 以往共作為主導的 對於 在台灣的 中國的私人 也應該有一種戰後性 他們戰後性 他們戰後性 不是去打敗 日本的抗戰勝利 而是國共內戰 在內戰的時候 死掉了很多中國人 然後流亡到台灣 那種戰後性 這兩種戰後性 在台灣的戰後 文學、軍事史 都被忽略 不能談 你不能談 從中國流亡到台灣 只能談 要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同胞的國策 也不能在日本殖民的時候 怎麼怎麼樣 因為日本是一個 在台灣的殖民現象 雖然是大清帝國把台灣割讓 可是中國 把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 是用一種充滿的 敵意的一組統治 來解釋這個歷史 而無事於 在1945年中戰之前 已有好幾個世代的 台灣人 是日本語教育 在某種意義上 是一種日本人的性格 所以這是有很多困擾 所以我在看 上期老師 他有一種解脫的自由的感覺 那有一種 對社會變遷發展 從農業跟農村變成工業跟都市化以後的 那個人間的疏離的感覺 跟人在工廠群聚那些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的詩歌也有一種特色 他的詩歌跟我看有些學習作者 很容易用概念 而不是用呈現 他的詩也有很多 不是直接去想概念 因為我們現在覺得詩歌很難理解 因為詩有說不是實際的像我們在講賞文一樣 把直接要講的事情表達出來 而是用某種景象、意象去 某種形象去讓你去想到 他也許是在說什麼 所以過程一種業讀上的難懂 所以詩到現在為止 我剛剛也跟他提 就是說如果沒有自己有一種某種非常深刻的自我體認 在台灣這種文學、社會現象的情況裡面 事實上很容易就停留 我回想 當我們1960年代、1970年代一起選詩的朋友 到現在如果還繼續選詩 沒有幾個 你就可以了解 如果沒有某種執著 就很容易在那個詩歌的閱讀 因為我們形式上是 古詩也不一定那麼好讀 可是古詩不會被質疑 我們在讀唐詩、聖詩在課本裡面 不會很說這不是詩 因為他要考試 第二 他的形式上已經變成一種律者 你沒有辦法否認他 你去否認他的時候 只有顯現你自己的一種淺薄 有時候會這樣 但你對當代的詩歌、自由化的詩歌 就很容易說 結果我讀不懂 也不會覺得羞愧 不會 不會 也不會覺得有問題現場 所以 在這種很多國家的 近現代詩歌 都有100多年歷史的情況之下 台灣到現在 虛的自由體的詩歌 虛的虛幅書 那種韻律的詩歌 事實上 還不是被社會普遍的接受 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問題 然後 我剛剛看他的詩 生活 有一種生活上的真摯的感觸 就是個體對於生活群敬的一種 一種反應 他的詩歌沒有像 我們那個年代以後 對人開始出來寫詩歌 都為了討好當權者 受到很多編輯的鼓舞 做很多去討好講政權 歌頌那個 到現在還有人在寫那個 國際文藝金像港的詩歌 有人都為了迎合某種國策要求 寫的詩 我覺得他這個方面來講 這個自由 也讓他能夠自由面對的這個生活 然後 我覺得他 雖然我說 他也沒有受到台灣的戰後 詩的跟求助 日本在台灣留下這個傳統的影響 可是他也受到一些 漢語的詩歌 在台灣的某些影響 這些影響也有好的一面 就是對那個漢字的鍛鍊 可以看到他的詩歌裡面 用很多精巧的比喻 而不是把自己的那個概念 賞人性的去流露出來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 也許 如果經過一半詩集以後 他也會像我 對我自己的第一本詩集 覺得是一種青春過敏的煩惱 也不一定 因為每一個都會成長成熟 會自我批評 會有一些自己在思想的成熟 跟詩意的精進 換面 然後對自己的這個作品 會開始呈現一些新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 迷路天堂 這裡面 具有某些歡意 也有某些迷惘 這個是一種當代青年現象 如果沒有這個青年現象 你開始年輕的時候 就過度成熟的人訓 我覺得反而是不自然 不自然 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開始找到自己的詩 已經是出版一本詩集之後 才覺得自己開始走上詩人的路 我自己是受到 因為對自己國內的一些詩歌的不滿足 所以去譯讀二次大戰以後的世界很多國家的詩 包括特別是第三世界 或是說有一種政治狀況 去顯現一些人的一個存在 受到壓迫的那種困境 作為來相應我們在台灣受到政治壓迫的某種精神顯現 所以自己就選字以外 就延伸一些評論 然後譯讀這中間有自己的一個 詩的一些情況 我來讀一下 《一個人孤獨行走》 這裡我就嘗試的把那個 以前可能沒有用在詩 我把很多數學、哲學 曾經開那個話在詩歌裡面 我剛剛提到2009年的時候 就像我在1980年代到2000年之前 我一直在走街頭 作為那個異議分子、抵抗者 常常在走街頭 但是2009年有一次走街頭的時候 如果我在旁觀 然後就有很多的感觸 我這裡面用到一個Milos 就是波蘭的詩人 他是流亡在美國 剛剛那個Chila提到那個自由 流亡在美國 他提到那個楊木提到自由 這個詩人是在波克蘭 就在那個美國國來教師 拉文學 1950年在末期 因為東歐共產化的時候 他是從波蘭離開 那時候 駐華國大使館的文化三次 跑到美國去 我很喜歡這個Milos 他一直有高度的文明批評的觀念 而且相信 他用西方文字、羅馬字 大學寫公理、正義、小學寫謊言、壓迫這種理論 他說我們真理一定會戰勝邪惡 他相信 他的東歐的祖國波蘭一定能夠自由化 我覺得在很多的詩人破滅的情況之下 他的這種文明的信念 一直感染著我 他在那個 學了很多對自由的歌唱、歌頌的詩 所以我這裡面用到Milos的詩 我寫一個人孤獨行動 默念著Milos的詩 我走在種植木棉花的街道 隔著一條街 遊行的隊伍呐喊著 沿著空氣裡 被蒸花的聲音漂浮在城市的上空 一些雲點綴自由的夢 我也曾尋找在抗議的人群裡 被淋濕的聲音 印記著歷史魚肌的淚水 相處那些腳印以及灰塵 模糊在時間的測驗 政治 畢竟是全力的歡迎 在旗幟飄洋的風景裡 糾纏著光與黑暗 一些物理學的準則 或者說化學 甚至不能言說的數學 盤算著利益的城市 顛覆我們用大學字母學工理和正義 用小學字母學謊言與邀迫的哲學 更別說文學 作語的行劇 作語是米洛斯的一首詩 剛提到那些概念 苦惠我的心 波蘭文或英文 如今轉換成漢字中文或台語 翻過他的詩 不只隔著一條街 從相距千里萬里的地方 米洛斯的詩 而他的詩存在 只有精神能夠穿越時間黑暗的詠道 穿越空間荒漠的廣場 在一個美麗之島 也是悲情之島的一個城市 一個人孤獨行走 花影褪進而綠葉油成的樹 映透肉體的行跡 那是我選一個遊行的時候 我沒有在遊行的行列裡面 那我拼命到正式 有時候常常充滿盤算的利益 我用數學 然後提到一些這些 實際上詩的也 我剛剛提到 也是存在著的助手 這個是德國海德本的觀念 然後我常常想說 我們的文本文字在這裡面 如果我們看地圖 它好像一種地圖的某種符號 會顯現一個現場 詩也有它的現場 在文字裡面只會有現場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地圖 它是某一種意義的地圖 但是有些的詩歌 可能會變成一種 沒有地圖 沒有現地的地圖的圖形 有時候會有 你如果看到一些詩詩 你去拆解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不是有地圖的圖形 如果我們看這些地圖 理路上 如果你到一個沒有去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靠著地圖 你可以找到你要找的一些 你要去尋找這些地方 在地圖裡面會反映出來 理路上我們在看這個詩歌的文字裡面 它雖然用的是 不是直序 不是描述 不是概念 可是它也像某種意義的地圖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地圖的現場的觀念 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種文本的 但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現在他們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面 有自由的空間環境 有自由的空間環境裡面 他們也許沒有像我們那個時代 有些詩人要作假 去迎合某種政治上的不正當的要求 以達到某種目的 現實的目的 這個有時候 全世界或是文明的自我批評 比較弱的地方 都會把這種文字當作一種 出賣自己靈魂的工具 這個都會有 只有考得文學傳統的那種社會 才可能會找到那個詩人 或是作家堅持 非常真實的去用他的文本來呈現這些東西 詩歌或是寫作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你說要得到那個現實的報酬 很困難 如果說你要寫作 如果我們看那個 有人看過那個 李有時候寫給前年輕詩人的信 12封信 有詩人寫給他的信 問他寫作的問題 然後他有十二封的回答 裡面都提到很多的寫作的時候 你可能要面臨的某種課題挑戰 另外 前舉人德諾貝爾講 秘魂的小說叫Yusa Yusa也有一本給七年一小學家的信 提到他寫 他也提到 小說家問他 如果你要在你的寫作裡面 就期待得到現實的報答 你不要寫了 有時候是這樣 所以剛剛也跟其他 他提到一個波蘭的詩人 也是小說叫Lips 一個選擇 他有1首很簡單的六行的詩 他說 寫作 以便達 書寫 以便達 寫作者用來採取 其丐秘民 水 寫作 再寫一些文章 寫著你用來像其丐一樣賺一些錢 這點你看起來很難 把Box 寫作在這間跟 Потом 可是上第二段的三行 并且让死去的人因而重生 你就觉得 没有在现实上得到暴赏的诗歌 它有某种高度的意义跟价值 因为你的写作在一个时代里面 你可以让这个时代被时代秩序的名字 我刚刚提到那个Milos 他就提到 有人都是被时代秩序的名字 意义是什么 意义是很多受难者 政治受难者 在那个时代里面被那个时代里面压迫 被政治压迫 然后死掉牺牲的人 如果有一些写作 写到这些东西 后来的时代会重新彰显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书写 关于俄罗事件 关于白色恐怖 如果没有这些写作 这些文本的出现 在那个时代 牺牲掉的人 可能就没有办法重现 他们的生命的某种光影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 诗是一个跟少女比起来比较难以阅读的文本 但是诗都有它的特别意义 这个意义就是说 有人用诗对文学很像数学对科学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诗歌对文学来讲 然后很像数学对科学 那有没有说科学家不懂数学的 我想没有 那台湾很多啊 文学家不懂诗歌很多 这个是一个奇怪现象 一种奇怪现象 我觉得诗歌我刚刚提到 事实上很多的小说家 剧作家 他原来在年轻的时候 也可能学过诗 出版过诗情 后来在文类上 选择不同的文类 继续发展 但是不太会说 小说家 小文家 看不懂诗 这里面一定有他的问题性存在 问题性存在 不是诗本身出现的问题 可能就是诗以外的 文类的作者 出现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台湾的一种 特殊现象 这个特殊现象 是有很多的可能 有的非常简单 比如说 有些诗是 描述的诗 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 如果在芝加哥的学生 可能都读过 那个桑德堡的一首诗 《雾》 芝加哥的美国芝加哥 因为芝加哥的那个五大五 在早上 清晨的时候 可能都有《雾》 那个 芝加哥北方的 密西北湖那些 湖港都有《雾》 所以你可以看 芝加哥的学生 可能在小学的时候 都读过那个 他们的学生 卡桑德堡的诗 雾 雾来了 与猫的角度 他拱紧他的角度 浮世的港口和城市 然后又走了 他是挺这样的 他是一个井 一个风井 他把早上的雾 描写成为一只灰色的猫 那为什么拱着他的腰部呢 我们看到的猫 不是常常把他的腰部拱上来吗 他把上面上空的那个 那个 雾 描写成为一只灰的猫 拿过他走了 他没有任何的批评 他只是描述一种现象 这个也是一种诗的 某种 你不能说 他是一个景象 一个景致 特别是在玉象派的诗歌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景致 有些诗歌是有故事 有些诗歌有故事 比如说 我读过一个日本的诗人 他因为得到绝症 他要死掉 他只有出一本诗集 叫做《动物爱歌》 他就写了很多动物 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动物 他写了有一首诗叫做什么 《燕》 《大燕》 《在天上归的燕》 《孔雀忠然归》 而且写到那个《大的燕》 《燕》 在北方中国比较 台湾比较少看到那个《燕》 《大燕》 他说 听到那个《燕》 推行的声音 因为我患者不治之病 所以我才能听到《燕》的声音 患者不治之病人的深度 是跟宇宙的深度相同的 他开始说 有一句说 写到《燕》的声音的深度 是跟宇宙的深度一样深 因为我得到那个 没有办法治好的病 所以我才能听到《燕》的声音 表示说 我也能够 听到 在宇宙非常深度的那些东西 因为他得了绝症 他说我还可以看到《燕》 甚至 在《燕》要灰行的终点 在那里 等待着《燕》 你会看到 这首诗里面 没有一种 我们诗歌里面的紧张 没有诗歌里面的 紧张的感觉 你会很顺 它是一个故事 因为我得到不治之病 所以他的思考推理 所以我才能看到 《燕》 听到《燕》 等待《燕》 因为我死掉的那个地方 就是《燕》要去 回去的那个地方 像这种 所以诗歌有很多的可能 这很多的可能 加上 诗人自己的人生观 在诗歌的言语的一个共同工具 因为我们的言语是公共性的 诗人的言语 工具是公共性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一朵花》 讲到《迷路》 讲到天堂 这个概念是 你跟我都可以理解的 公共概念 而不是 秘密概念 不是说 不是我们跟谁 设计好说 的暗号 除非是在一种密码 在做那个 间谍的时候 我们可以规定 一什么密码 这个基督解释的 它是公共语 可是即使在公共语 里面的人生观 天使的概念 还是在那个 诗人本身的经验里面 会反映那个 你在公共语上的语脉 你用来作为 解释你的 感情的某种 跟别人 有很大的差别 有时候我们在读一首诗的时候 有时候 他里有戏是在读 他是 这个概念 这个意象到底是在写什么 刚刚提到那个 杨木写的自由 我又来用那个 Milos的自由 他写一首叫礼物 Level Geek 这个礼物在写自由 因为他是 我刚刚提到 他是在1950年代 流亡到美国 然后在1980年代 默取 东欧自由化 才回到 那个 波兰 然后在 他在1970年代的时候 在美国有一首诗 叫做礼物 写到他 如果他的国家 得到自由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他写 他说 一早起来 雾都上了 那这里面的雾 更炫止的雾 他可能在讲说 生活上已经没有 笼罩的 不必要的 压迫 或是什么迷惘的一切 或是什么样的 都很勤朗的意思 那我在花园里面做过 他在花园里面 种花石草 提到那个 那个 蜴鸟 就是那个 蜂鸟 蜂鸟在那个 冷冬花上面 灰 然后他在花园里面做过 他说这个时候 我不会忘记 我不会觉得我以前 受到什么样的灾难 我会觉得难为情 我不会 因为一个人来 跟我提出 啊我们以前 怎么样 被那个 波兰政府 追逐 被监禁 甚至被强迫 怎么样 虐待 我觉得难为情 他说没有 当我 挺起 他的身子 当我挺起 挺立 站起来 我看到 眼影的地方 蓝色的海 和环 我们在看 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 写到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他认为 就是自由 就是他能够站起来 而不是屈 他能够看到眼方的蓝色的海 和环 代表什么 可以自由航向 世界其他地方 现在不是有 刚好有部那个 曲死老司机的电影 波兰导演 不绝之路 他的红蓝白 在台湾也许有很多人看过 红蓝白 用法国大平民的 三个颜色 去 就自由 平等国外 去做他的 三个电影的主题 你可以看到 在里面 讲到的蓝色的海 和白色的白 就是讲自由 所以你这样能够 就得到那个 他的礼物就是 自由当作一个礼物 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他的趣味 就是说 而他不是完全的密码 他是一个共共 可是他的乙脉的关系里面会让你觉得他是在说什么 为什么蓝色的海 跟白色的环是在讲自由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经验里面的 三色群 法国大平民 就是自由平等国外 黄、蓝、白 就有他的那个乙脉上的意味 像这个就是 我觉得读诗的时候 跟那个赏文 会一样就是说 他有一种 某些秘密 比如说会有一种秘密 可是这个秘密 是 所有 在记载这些秘密都是公共语 我们在看那个 琴达的书的时候 如果你把每一个词语 前后关需 那你就会看出 他 自在 用这个来 写什么 然后那个意义就能够 比较能够成全 我们在台湾现在的眼线上 都很喜欢概念 就要讲得很清楚 我爱你 要讲得很清楚 然后 我爱你可以有 几千百种不同的 述说续述的方法 都没有那个爱的概念 可能会有 我爱你 这个就是 有时候是 诗歌的原则 那这个原则就是说 他要这个 过程上 有每一个诗人的 所谓 公谎 美学的概念 或是哲学的概念 或是力学的概念 有些人的诗歌很短 有些人的诗歌很长 所以每一个人的 细数的方法 就是 如果你看那个 作曲家人 他的那个 吊讯的 对位啊 或是那些 就有一些作曲的由者 那每一个诗人 也有诗人的 那个 那个 公谎 有时候我常常用那个建筑的概念 建筑式的概念 他的建筑概念的形式上 他材料 工具 他也有 他的那个 但他有一个 比如说你十个建筑家 居住一个共同标的的委托 你可能产生十个不同的建物的构想 可是你十个不同建物的构想 都可能在一个相同的居地 相同的位置 相同的 诉求的 的那个 目的性 以下 发展出来的 所以创作 出个创作就是说 你 他不是一个像我们在 常常在读那个 现在的国语教学 都会有一种标准解释 叫你说这个是在讲什么 那你如果没有照他那个解释里面的范围去拨出来 你答案就错了 我常常看到那个 大学高中在考那个诗歌 有时候我的诗歌去哪去考 这个如果考我 我也不经理知道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业徒者不必要去知道 这些 这些意思 诗 第一个 诗人作者的 化身 他的认识 是俱入 诗考 批评 有些是书情性 有些是批评性的 都可能 那我们看 试着去看同时代的诗歌 或是不同时代的诗歌 我觉得 阅读也要一种念语 不是写作是一种念语 阅读也是一种念语 那如果 常常念语以后会觉得 会很有趣 读一次读两次会有不同的 得到的一个 回应 或是答案 有回应 或是答案 明游老师有嗨喔 他要很认真把他的心法拿出来讲 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 可以听到他 很多他自己的内在的想法 不过他刚刚讲的说 等下在其他来说 他有一个大的架构是说 在 解岩 他是在那个戒岩时代里面 就是说讲其他 是属于在 解岩之后 他有一种自由 对于生活 可以自由的进入 去想一下 那 我就在想说 反过来会不会是颠倒 就是说 明游老师他可能是在 戒岩里面的压迫下面 所形成一种反抗的一种精神 可是他们两个可能也都在追求 自由这件事情 可是他的方式却是 完全不一样的 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 他们会有一些 彼此共同的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请其他讲完以后 因为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留时间 让我们来的朋友们 可以问 所以可能其他讲完以后 我们就直接 让大家来问我们 来 请 那我们可以开一下 那个VVT吗 VVT有出现 下一个 好 等一下 这是这种要做笔记的 来 摇滚去 从这个角度看诗人的海 怎么帅 这边看过去 明游大哥真的很帅 那我想人每一个时刻都该是美的 老有老的美吗 你千里加美 那我希望如果能活到老一点 会要像他这么帅 好 那这个是刚刚明游大哥念过去的 就是他那一个人孤独行走 那你看只有精神能穿越时间 黑暗的庸道 穿越空间 荒漠的广场 在一个美丽之岛 也是悲情之岛的一个城市 一个人孤独行走 花影退进 而绿叶有纯的树 脱因露体的心机 花退进了 叶子还绿着 有一个神明灵在那边支撑着 所以即便说美丽之岛 有伤痛之岛 但是这种中间还有一个精神 持续在那边燃烧 那 像我自己啊 我的诗其实有用到这个意象 就是 我不知道所谓的伤痛 如何有美丽到诠释 你想想看那个人受伤 你叫一个模特去讲 很奇怪 调虎 我们被称为美丽之岛 可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伤口 那个二二爬 白色恐怖 甚至我们如果前退的话 不断被指明 这其实没有很多 很多调虎的东西 那 而且又有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快看下一点 这一首刚刚有讲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 没有单个写二月 那二月很敏感 二月当然是指二八 能提到台湾几个月份 其实都是有关系 比我讲到十月 有人写国伤日 写十月的时候 那国庆开始国伤了 简单这里 好 往下看 你看 没有 我简单 我简单念 这是节路 这只是节路 如果从那个现场的有兴趣 然后不再去买那个 就是 没有那个二十家 我简单念过去 那些被历史窒息的人 如今 躺在纪念碑的重负之下 被政客交换着 也被剪贴的书页 供奉在语字 行句之间有叹息的声音 轻落 书页飘落 你看 前面那个呼唤 政客在呼唤 一个一个名字喊 你现在跟家属的呼唤 政客呼唤 对不起啊 抱歉 你磨碍三秒钟 四秒钟 闭完已经张开来 就继续讲事情了 该笑的时候还是会笑 该哭的时候还是会哭 像这种 其实政客在使用这样子的事件 跟 如果你是他的亲人 你去感觉到 你那是很大 本质上差异 可是 没有那个就把这个 写出来 你看 那些被历史窒息的人 可能因为二二八 事件死亡的这些人 他在经验碑的重负之下 经验碑是要 是要彰显什么 是要警戒什么 可是他被那个石块压着 他被压在他底下 是好像灵魂被压在他底下 然后整个就要喊他 这是很荒谬的 很荒谬的 让你看 简贴的书页 公共的字句 然后行去之间 行去之间就有一些叹息的声音 这么轻轻的叹息 失恶的叹息也是轻轻的叹息 叹口气 你看 失信正义其实是调谷的东西 失信是没话 你要通过失求正义 很调谷 所以呢 这边失人能给出去 往往有时候是失后 不是说失后诸葛 我们去对于前面发生过的惨剧 给予良好的建议 不是 我们是透过前面已经发了悲剧 看到说 人类有没有可能更好 有看到无奈 就看到一些 一些同情 看到一些光 等等 好那我们再下一首 然后这首也是节选 也是节选 然后是讲的马克思的 就是那个 明雄大哥到伦敦 他的墓园去看到 我们看他怎么说 也是节选好间的 他说 玫瑰花在你的墓碑旁 静默 革命无声 仿佛 白色卡片上的纸具 我来到之前 已经有人来看着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邦解体 曾经多少欧洲的知识分子文化人 在你的思想里梦见 一个乌托邦 在天堂里死去的他们垂垂 我说我这个乌托邦 迷路天堂 那其实在讲一个人 就是 就是讲一个在中心 中心不上吊的人 他就在新闻过去 那也许我们议论的他 也许我们不议论的他 但是我希望他就这样子好好的走 那好好的走 要走去哪里 可能他走过天堂 超车 走太远了 天堂忘记下车就过去 也可能 但是我们迷路天堂 其实有包含很多想象 可是我的意思说 若是在天堂 会不会悲伤 像我们说可能迷路 当然也可能悲伤 天堂不是纯粹幸福吗 若是纯善的话 那眼泪会死不掉 你看这边 那个多少多少知识分子 就是在1920年那时候 社会主义整个全球的年轻人 去相信一个社会主义 给出来的梦 多迷人 平等只可以实现的 透过那个政治力结果这样 分配的平等只可以实现 分配正义只可以实现 然后在他的梦里 可是他们是已经在天堂死去了 他们梦想着一个 乌佛方梦想着一个理想的实践 但是他们死去了 他们为什么死去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 敢于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敢于 不说追求 说出他们的梦想 这里面是很大的荒谬 人类在这边真的是 课问者一定要抓到 那就是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人类在这边真的是很奇怪 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其实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像刚刚前面那一种诗说 你最后没有那个 像落叶一样的摊醒 就这么清楚 可是你在摊醒中 你表现出或体悟到 体悟到人生的真实 又是那么的正确 就在那里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介绍太多没有达客人的时间 那我只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读后感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 譬如我看了一首诗 很好玩 资本主义是什么 一个三角形 然后全部都是钱 钱钱钱钱钱 缺一脚 缺钱 资本主义缺钱 然后社会主义是什么 全部都是人 人人人缺 缺一脚 缺人 社会主义缺人 资本主义缺钱 为什么 这很有趣 然后另外有一首 有一首我看过去 酒牛恶骨之力 然后这是怎样 乌什么 其实我横的看 酒二之不绝 这个是关键词 所以我看他的横 就讲 没有大跟也玩影提斯吗 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 因为其实 关于诗的东西 下一个勇敢 下一个勇敢 因为其实本来我要带 那个 就是 我自己对于 前两个世代 就是 的一些 看法 然后取消作品 但我没有时间 我们就多说 然后这边我再带最后一个 就是我为了称 就是 这要来吗 那诗其实是可以很生活的东西 所以在 要来这一场的时候 我自己的FV做宣传 我就写几个句子 你们听听看 诗 绝对不会 做好做满 只是见面 凝聚共识 确定思想 铁吉林 铁斯王不在 是人追求的 思想是自由的 铁吉林不在 绝对不会做好做满 自由是不断追求的 好 那我大概来回讲 找到这边 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 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 可以让大家来发问 然后 如果9点半时间到的话 大家就可以先离开 没有关系 然后 就让 那等结束完 他们还会留在这里 如果试一下什么问题 就会来 我们先搜集三个问题 然后每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 想一分钟你的comment 还是你的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然后先三个问题 看一个问题 好 可以啊 不要害羞 都可以问 没有 是 二 三 三 要吗 哎 不然你是 我是 你是自由的吗 嘿嘿嘿 是吗 你可以等一下再回答我 剛才就是談到說 因為現場寫了一首詩 其中有一句叫鐵的欄杆就不在 有形的欄杆可能不在 因為我從大陸過來 然後正好現場另外以為先生 他是經歷過台灣之前的那個階段 台灣現在已經是說 沒有這樣的欄杆 但是可能在我們那邊 像我們這些年輕的人 之間面對的可能 不光是那個有形的欄杆 還有很多無形的欄杆 就像我們可能說 我們的精神上的成長 主要是靠歷史上的這些 詞調的人帶給我們的養分 就可能會去找 去看家庭 去看迷彩 或者是去看英國的那些世人的作品 那麼我們同代之間和當代之間 就是很難構成一種交流和 共同的文化氛圍 就是這樣當代之間的溝通和營養的來源 是很難建立起來 我們都是在 如果說是孤獨的行走的話 可能我們是在更加孤獨的行走 因為就是可能你的聲音發出去之後 你沒有辦法聽到回音 所以大概只有你一個人在自己講話 可能也最後只有你自己一個人聽到 那麼就像我們年輕一代 我覺得大陸現在的就是青年之間的文化 是我自己感到越來越失望 因為我們同齡的人 我就是見過很多 因為交換生之前也有去國外 就見過大陸很多學校很優秀的年輕人 大家不關心就是說我們現在談的這些問題 就是可能就想一些就是就業啊 或者是說讀書之類的一些問題 大家都在譬如說學的學校出身更好 或者說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 那麼像我們自己討論這些 就找不到一個群體 所以就面對這樣的現狀 我不知道我們的出路在哪裡 好 我們當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講 剛開始也沒有什麼人 就是差不多兩台吧 兩台網友然後在講 所以你看我們會自我介紹 有時候原因是他的自然發展 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了鼓勵我 鼓勵自己 我們就說我們在聚集孤單的靈魂 然後只是這樣而已 那七月就會比較麻煩 那時候會覺得魂比較多 那現在如果按照剛剛講的部分 可能我們談的孤獨 比如說我可能用概念來去回答 因為我們在談孤獨的時候 他們會有孤獨、寂寞跟孤立 這三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你去看阿倫特的 哈拿阿倫特 也可以看到 因為有時候實際上 孤獨是來自於孤立的結果 或是被孤立的結果 有時候你孤獨是屬於 一個人的狀態 但是他不見得是一個寂寞的 孤獨可能是自由的 那個寂寞有時候是來自於 那種被人群疏離 而得來的寂寞 所以他有三種意義下面 一個是屬於自然狀態的孤獨 一個是屬於在人群上面 被人群之間的疏離 然後一個是有個政治的孤立 所以他大概有幾個層次來去談 孤獨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剛好可以問他 剛好可以提醒一下說 因為我們有這裡 大家可以發表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在拍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拍到每個觀眾 就是我們要保護他們 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我們不是不相信來的人 我們只是不相信一個政權 大家萬一用這個東西 來去壓迫其他人 所以可能大家在彼此之間 在談話、溝通的時候 能夠保護我們這些來自於中國的孤獨 我們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就請七達還是七達來回答 再來 我的問題就比較簡短一點 我想請問就是 你們在創作寫詩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過任何的瓶頸 如果有的話 你們如何去克服 我們要多少時間去負責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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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可以 來 可是我們先給他們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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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然後通過這個連接 可以讓自己的人的聲音 在這種連接中 自己 我作為寫詩的一個人 然後我發出的聲音 然後這個聲音可以在這個世界上想起來 但是同時 這是因為這種想 是因為我作為一種 就是我走到我的主體 主體的敵人 發現的時候 這種 就變成這種疾病疾病 就是我作為一個主體 然後成為一種 就像 好像這個社會投影到我身上一種 一種形象之間的一種張力 然後這種張力所導致的 就是不形成那種 吊詭 就是 比如說 像那種 說的那種 我也是的太極 這種 很輕鬆的聲音 和這些 一種 可能一種 遇上的一種 衝動 那種直接的一種 但是 我覺得這種 吊詭 確實會可能會 產生出那種 就是 今天事實上就是可以 就是 可以說 一種 是一個價值的 就是彰顯 或者這種 尊嚴那種 自由 或者尋找到那種 找到的那種可能性 但同時他也 不可能避免的一種 可能就是 對這些的一種 反抗就是導致 因為這種教育 要導致一種 對這種自由 或者說說 比如我們最前面的這些 同學啊 它產生一種 就是一種 反而 進到他這種 反面的血 我想 就行為 很多人去 避免這種可能性 好 他這個問題 比較像是 還是 像是內心化的 這種 對 不過你剛剛講的 那個東西當然是在 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回答 簡單的 可以給你一個東西來看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說 你們現在台灣有一個 總統 曾經有一個總統 叫李登輝 他常常喜歡講 我不是我的我 或者你們可以從 上特里去看到 我不是我所是 我是我所不是 我們可以看到 可是我們如果把時間 放進去的時候 你剛好就會成為你 我是你所不是 把時間放進去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是講說 自我跟自我之間的矛盾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剛剛在談這件事 它可以用詩的語言表達 可以用文學 其他的文類來表達 但是比較特別的一點 是在文學裡面表達 有一個字叫 矛盾 有一個修辭法 叫矛盾修辭 叫Oximo O-X-Y-M-O-R-E 叫Oximo 就是矛盾修辭 自我跟 可是如果在詩的裡面 我們剛剛看到 在這個形式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要用形象去描述 那個細微的真實 但那個形象是 我們怎麼去找到那個形象 就是我們在概念上的辯證 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比較困難 是我們如果透過一個形象 去表達 去顯現或呈現那個衝突的真實 不然就會變成 剛剛所講的 我們會變成是在概念上的辯證 而不是在那種形象上面的風波 帶給我們另外一個 超出一個 一般 那個範疇理解式的 概念式理解的 的範圍 所以它美感 有時候是在那個形象上面 那這個事情就可能 其實自我跟自我的關係 因為會涉及到 有人 就是很多人喜歡寫字版書 自己敗摻 懺悔等等這些東西 或者是懺悔路 那剛好我覺得這個 自我的衝突跟掙扎 會不會是一種 一種青春泥男的 一種無用的探型呢 還是它是一種 探索自己內在深刻的開始 所以這個請那個明明老師 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不好 請問妳想請教一下這個 年輕的詩 詩是藝術還是科學 詩是歷史還是哲學 我個人的理解 我個人的理解 對一個建築學的養成過來的人 我認為 當每個人用自己手 去倒下痕跡 就讓瞬間變成了永恆 那當你用筆 用文字去落下你自己的實境與幻境 那瞬間 那瞬間 所構成的詩 這樣子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至於當你落下了痕跡 有沒有人能夠從你落下了痕跡 感受到你對你所主的實境與幻境 的心理的聯繫 這又是另一個詩的境界 所以我想說 請問一下 詩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 沒有 你不是已經照你的說法 問的問題 其實你已經提出了解答 然後 重點是後面那段話 前面那段話其實不是太重要 而且你用建築學的觀點 實際上你已經有一個觀點 你已經對你的觀點提出了答案 所以詩是不是藝術科學文學 然後尤其我們在用詩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因為到底詩是科學還是詩是藝術 它是所謂的概念上的歸屬的關係 還是一種隱喻的關係 你是不是也是一種詩的關係 詩的表達 因為其實你已經提出了答案 那 那個 交給你來 那我先回談這一位 那個瓶頸我可以點一下 然後來問你大哥 就是 第一個是 有人羨慕過楊木有戰爭的經歷 有人會說 他問你怎麼那麼好 1945年到1945年 他小時候 美軍轟炸彈 他轟炸花蓮的時候 他在舉家討難 他有經歷過戰爭 然後人家羨慕說 那麼好 你有這個題材可以寫 這樣真的很恐怖 有什麼好羨慕 所以在我們這邊 你感受到那種自由 照理說他就會是火種 或是我們所想像人應該怎麼樣活的那個樣子 而在你那邊 他沒有到那個自由 他要繼續追求 其實我相信有很多中國藝術家在努力 對啊 我就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但是我那本來想說 那我們這邊不能翻牆 翻牆如果是一種樂趣 我們沒有翻牆 像偷情是一個樂趣 沒有偷情就是一個樂趣 但是 就是吊腿 這是私人在亂談話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如果自由 我們說自由民主國安 自由民主國安 是我們人都要追求的一個 普世價值的話 那我相信 像你來你看到的東西 你消化之後 或者是透過你的影響 它慢慢慢慢發酵 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圈裡面就是會有作用 然後那關於那個瓶頸 那大家也沒有大概會講的更多 那我這邊只是簡單舉一個例子 焦童也是私人 他之前也碰過瓶頸 譬如說 我記得他超過百年孤寂兩遍 不知道名家怎麼寫小說的 他真的超 他就說他自己碰到瓶頸的時候 唯一的方法就是 閱讀 讀書 讀到哪一天你神出東西來就好了 一直不斷地閱讀 這是他講的 在我自己的瓶頸都不要寫 沒有瓶頸的時候再寫就好了 那我問你大哥那個 其實你剛剛講的是 是藝術還是科學 可是你後面講的關於 就是寫下的當下 當下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 別人怎麼閱讀 然後得到什麼樣東西 也是很重要 是另外一個境界 其實跟詩是藝術跟科學 其實是 我想表述不太一樣 但是詩是否 是這個 或是A還是B 是藝術還是科學等等 詩人在這邊也是很滑透 他不能定義啊 就像剛剛朋友大哥說 要用意象 用形象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他很多時候 他不能給概念 譬如我這邊 想簡單講一個 因為這個句子我一直很喜歡 我覺得很好玩 可是他有時候 可能形象表達不那麼清楚 就是 既然 人生這麼多鳥事 就讓鳥飛啊 人生這麼多鳥事 鳥就飛了 就讓它飛嘛 你懂嗎 他沒有給答案 他沒有給答案 有講的沒講 就講個大廢話 我說那個 詩人在玩什麼 肺腑之言 簡稱肺腑 我大概成這樣 我大概成這樣 剛剛在提到那個孤獨 我想起你們中國的一個是 北島 我1989年在首爾 那個時候還沒有叫首爾 叫漢城 碰過那個北島 那個時候他還流往在外面 六四 就是發生一段時期 然後 我才講 因為他是從瑞典來 瑞典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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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了一首詩 叫做 寫他 對著禁止講中國話的那種心情 讓我想到你那個所謂孤獨的感覺 他說我對著禁止說中國話 為什麼他對著禁止說中國話 因為沒有人跟他談中國話 所以他才對著禁止說中國話 他這個書裡面 每一行都是斷 然後 冬天沒有蒼蠅 蒼蠅 有聲音對不對 表示很寂靜 冬天很冷 連蒼蠅也沒有 然後我衝容的煮著咖啡 然後說 蒼蠅也不瞭解我們所說的祖國 如果有蒼蠅他也不會跟我談 他也不知道祖國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加一點糖 加在咖啡裡面 他把他對著禁止說中國話 說中國話的那種孤獨的情境 描寫都沒有聲音 他說沒有聲音 他就用冬天沒有蒼蠅 那蒼蠅也不瞭解我們所謂的祖國 然後再加一點糖 咖啡加一點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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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味加一點糖 我覺得他有點暗示 然後最後他寫什麼 他寫我聽見我的恐懼 在電話的那一端 為什麼聽見恐懼 他打電話回北京 他太太跟他講六四的事情 他也沒有講六四 那從那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知道 他流往在瑞典 然後在一個冬天 然後在北歐的冬天 所有的樹葉都掉了 都剩下白的枝幹、血 然後他一個人 沒有人跟他講他的香 所以他這首詩是寫相音 我覺得他就是描寫的很孤獨 你看他裡面都沒有寫到孤獨 可是很孤獨 我覺得詩歌是一種演繹現象 他是以文字作為戒指的演繹現象 音樂也是演繹現象 他雖然用那個音符 如果不是歌業 像教前面如果沒有唱歌 他也是一種演繹現象 他有一些灰文字性的話語 他會表達一些什麼東西 他用不同的音階 不同的樂趣 如果你看到那個 一些大鼓在敲的時候 或一些喇叭 或是畫歌號 你會覺得有一種不明確的 某種演繹現象 在向你述收這些什麼 而不是一種明確的文字 畫也是一個演繹現象 如果他沒有標題 有些畫是有具體的風景 他雖然沒有文字 他也有一種演繹現象 我覺得因為人是有野的動物 所以人類會把演繹現象 作為日常生活的一種溝通 表達工具之外 發展出來某種鍛鍊的意識形式 詩歌、音樂、美術 這是人類才有 你動物可能不會花展示來試 不會 詩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 我記得藝術中有科學 科學中有藝術 我們在講科學 有些如果從絕過主義 以言學來講 他也許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去昏虛詩 但是詩不等於是科學 有些科學家講科學裡面 好像有藝術在裡面 因為他的巡視 特別是某種巡視的過程裡面 他適當有空間跟時間的例子 我覺得像藝術是有科學的味道 科學有藝術的味道 每一個人的想像是什麼 藝術是科學或藝術 我們在講他是什麼 我在講他是什麼的時候 事實上反映的是我個人的想法 這些想法並沒有概括 我要裡面都認懂我的軍隊的主張 並沒有 我是在表達我的看法 那這個看法裡面可能也有主觀性在裡面 它有某種客觀性 這個聲音很有趣 但是我覺得 演藝術上是一種文化產物 一種文化現象 我很喜歡用認識紀錄思考批評 來認為比如說詩歌裡面是一種認識 是一種紀錄 是一種思考 是一種批評 那這個層次有些人可以到批評 那不一定要有批評才有成立 也有一種是認識論 既有在認識的階段 它就可以成立某種東西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它並沒有指揮到教理要去批評什麼 你在感受它 你說你在看一個巨陽露下來的時候 它有沒有批評 有些人會覺得巨陽無限好 可是進化後 都有加入一點其他東西 那你在看這個就是很美 日出有沒有它的現象值以外 有意味給我 很多文本裡面在描寫日出 描寫日出 它有意味的不一樣的某種情境 我覺得 意義的成選 是用語言 作為主要的成選攻擊 這個語言文字是最實際的 最準確的 可是那個聲音跟圖像 它還有它的演語的概念 然後書哥有時候它的難懂 它的是在哪裡 是在它是有某種的那個 利用到那個視覺性跟那個 免術跟那個音樂性格 有時候很短的東西比如說其他 它有幾首很短的書 我覺得很好 有一首叫做勤勞 勤就是鳥勤 就翻著鳥勤的那個 就雞籠 比如說我們講的鳥籠雞籠 比如說裡面可能翻著雞 翻著鳥籠 在市場上面看到 它寫說 必是愛取羽毛 市場的雞籠 祥母還嗚嗚整體 它是寫一個在市場那個 要賣掉的雞的雞籠 然後小母可能已經早上在菜市場裡面 小母已經是修飾了 那個雞還在漆籠裡面 偷偷的叫 它只有四行 你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緊地的風景 那這裡面是有雞籠 關著那個雞要賣 還沒有賣出去 它在叫 那是有點多的想像 比如他也提到那個 礦坑 我覺得這個也有那個 比如他寫那個礦坑 這裡面最後一節 用的非常難 他說在礦坑最適合 沙華的岩壁 登 然後都給丘 鐵丘那些刮啦刮煤 然後 左重的呼吸 就很左裡面很紛濁 很重的呼吸的聲音 就是煤礦坑裡面在採礦 他第一節有兩條 然後 塑塑滾肉的煤屑 滾肉煤屑 然後 某年豐收居墊的笑話 他寫到眉雀 然後寫到一些笑話 有點那個苦痛作樂 這個勞動者的那種 那種 那種 混味 最後 記得他的轉折 就是說 花虛日 花虛泉的那一天 我的新娘 濁白衣 一盞白燈籠 浸泡文泉 我的新娘 濁白衣 這裡不是跟沙 我們讀起來 就好像 花虛的時候 可能裡面的礦工 因為礦工的災變死掉了 然後 然後 新娘 一盞白燈籠 聚討門前 你看 畫在門前 先生死掉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 那先生死掉了 那如果這裡表紅燈籠 可能就不是寫這個 他寫白燈籠 你可以看到 寫那個礦工 寫在裡面 的礦工 然後寫到最後 花虛本來是高虛的日子 可是 他的新娘 穿著白衣 白衣 術衣 不是禮服 不是溫紮 然後 你看 他寫到這些 那很多短的詩 可以看到 這從短的詩的那個寶落 就可以看到那個很多 有時候詩歌 他有三絕六 那如果我們要一篇散文 可能要一圈字 或者六百字字 去描寫這些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詩就是一種呈現 有一個法國詩人叫做 瓦勒 中文化叫 瓦勒勒 他說 詩跟嗓子就像舞蹈跟上步 你在看一個舞蹈的時候 他很多舞步 他的腳步並不是從哪裡走到哪裡的 有一種出外的上步就定沒有 他是讓你看他的舞步 可是我們在上步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東走到西 計算上步的歷程 所以上步的歷程就是 你上步的歷程中間 不會有一些變化的腳步 所以你碰到要抬高要怎麼樣 你如果在平坦路上 你在爬坡或是有一些下坡也不同 可是上步就是上步 不會難走 那舞蹈會不會難走 會 就是上步一樣 那我們在看一首詩的時候 在看舞蹈的時候 在看美術 聽無歌詞的音樂的時候 我覺得 要從他的那個形式裡面 去根據我們學習到的某些經驗 去還原他的職位 可能在說什麼 這個是要看你的一個還原的條件 比如說我覺得業主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從小開始學習 就知道這些東西有一些隱身的意義 那這種不斷學習的歷程 不只是寫作要學習 業主也是一種學習 不是結合 然後我們的寫作是把很多東西 擠壓到比如說M這樣的東西 擠壓到某種點去表現 那我們業主是從反過來 從這個點去還原 追究他要去表達的意識 那中間會不會有一種誤解 一定會有 這個誤解有時候 甚至業主者會讀到作者 原來沒有把握的意識 也都可能 那有些 業主者也體會不到作者的意識 這一定會有可能 那有些絕過主義 甚至會把很多的文本 都認為他有一種 絕過性的那種條件 他會這樣去做 他研究某種比如說 如果台灣的文本 中國的文本 或是美國的文本 他會怎麼樣 他有一種絕過 有一種民主的語言的絕過 會有那種類似的情境 出現同一種用語言的文化傳統的國度 你們會有 我覺得 但是因為絲不是非常明確的能夠滿足我們物質性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不是沒有讀絲也不會覺得惡 所以他們會逼迫我們一定要去讀 但是讀絲會讓我們增加一些什麼東西 如果考了詩歌 會讓我們增加某種 這個學人本身 他的體驗 形成了某種意義的形式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我們學業組裡面 可能比較有的 重要的地方是在這裡 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時間到這裡 在結束之前 我們再次對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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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